东皇宗主李无敌终于登场了 就在儿子李天命即将殒命之时 忽然山岳之中 一个乱发男子 跌跌撞撞如同醉酒一般踏入战场之中 他的双眼已经被血色吞没 就像两座鲜血地狱 天空上无尽血雾跟随他的脚步笼罩而来 血云翻滚 给万山都染上了颜色 而就在这一刻 他的手放在了胸口之上 一根贯穿心脏的尖刺上 在其身边 一只衰老的太白困棚同样是如此 语文抬起争了一下 停手往那边一看瞬间便看到了他 然后就只见到那个双眼 如同血海般的男子 在万中之前 悍然拔出心口上的独龙刺 那一刻 群山沟壑轰然颤抖 大地之间无数裂纹崩开 那一刻天上无尽血云 全部汇集在他身上融汇其中 那一刻 整个血结结结 都发出一声震天怒吼 无数仙祖之淫出现在结界之上 来自他们的咆哮 足以震颤整个东皇宗 谁敢灭我李氏圣族 这咆哮轰鸣间 一个手持血色争吟斩大的男人 从满天血无踪走出 他是李无敌 东皇宗谁人不识他 可这一刻 他不再是那个昔日 醉生梦死百人都日的废物 而是造成群山颤抖 大地崩裂 血无滔天的东皇宗族 他的长发如血如魔 穿一条长裤 上身不出片驴 却可以清楚看到 多隆自拔出后 心脏上的伤口已经开始愈合 但没有人会忽略 他身上最可怕的东西 在他的右臂之上 这一刻血无之中 那四个圆环杰伦 发生扭曲变化 直接扁起了血色 那种猙瘾的血色 如同死神 但更可怕的 不是颜色 而是杰伦变化 从血色圆环 扭曲变化成四个猙瘾的寿命 四个寿命杰伦 就都活了过来 猙瘾的看着这世界 但这是结束吗 在温中震撼呆滞颤抖的时候 右臂上从无到有 血色弥漫瞬间 形成第五个杰伦 这是一个熔面杰伦 血色龙手 如同咆哮 李无敌在生死之中 肚恶千辛 决心五环命杰之体 且全都化作寿命 要知道 当年第二仙祖 也只是四个血色杰伦 没有寿命 可更逆天的是 在下一刻 左臂上再次出现 第六个杰伦 这是一个麒麟寿命 和龙相似 但却更加凶寒 到此为止 一共六个寿命杰伦 如同六头太古杀戮巨手 汇集在身上 此刻冲天咆哮 天啊 竟然是六环命杰之体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敦煌宗人群冲 黄浮浮云倒退三步 下巴都几乎快掉了下来 整个敦煌宗 听到这六个字 看着那血色滔天的男子 都已呆入目击 越是强者 越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六环命杰 竟然是比第一仙祖都强 比李天明更强的六环 宗老们纷纷惊呼 天啊 这里无敌不是已经废了14年吗 这怎么可能 每一个宗老都张大嘴巴 呆得像个傻子 尤其是爽国禁书 激动的落泪 六环已经超越了第一仙祖 比神骄太辉煌了 所以六这个数字超多了想象 而更为关键的是 李无敌他不是李天明那样 在成长中的天才 此刻他展现出来的强大 已经是绝世强者等级 站在东宏庆的天锋 圣之境界 天圣 宇文奉天等人的心 像是被碾压而过 他歇死底里的大吼 不可能 这绝对是障眼法 李无敌分明是个绝世残废 可包括宇文开泰在内 所有人都待来看着他 拔出独龙子的那一刻 谁还敢说 这气势滔天的李无敌 是残废呢 在宇文太极之前 整个冬皇镜 只有一个天圣 那就是圣皇 而现在 李无敌双眼血还翻滚 呼吸一口白气 就这么一步一阵 走到宇文太极面前 而太极早就没有再碰李天明 而是处在原地 戴若木鸡呆呆看着这个男人 十四年了 我从未设想过 我们兄弟俩还有这么一天 他笑领和笑容之中 经过眼泪涌出 但这不是怕 而是感慨 李无敌声音沙哑 可这十四年 我都在等着这一天 宇文太极 结束了 在李无敌身后 那太极昆蓬 此刻同样发生逆天蜕变 血弱滋生壮大 粗糙的羽毛 幻发新生 扩大至少十倍 根根变成血色 李无敌破戒之日 也是他破戒之日 六阶胜兽 上股血域昆蓬 此刻人群再次震惊 谁能想到 那苍苍老雨的菜须昆蓬 能进化到这种程度 上股血域昆蓬 比阴阳膜涛贴 夹起来还大数倍 那锋利的爪牙 堪比圣兽兵 虽然宇文太极手中 握着神兵冬皇剑 可他眼中的李无敌 如血如魔 如死神 李无敌懒得跟他废话 气势疯狂攀升 只剥握住那赤血荒刀 那是 足足有四十条 圣天文的圣兽兵 第二仙祖 李星河的武器 宇文太极再也忍不住 他知道 这么下去很不妙 提起端荒剑 这是比阴阳刀鱼 更加深奥的一剑 太上斩神绝中的终极一剑 上舱斩神 一剑出 无尽剑气冲销 而阴魔套铁和阳魔套铁 也放出了融合剂 太极阴阳鱼 一人二手的攻击 一同朝着李无敌唏嘱 这是他的最强一招 权力状态下的宇文太极 强得可怕 可李无敌呢 面对这一切 蛮帘冷漠 只是在无尽血污的环绕中 一刀杀出 正是第二仙祖的绝绝 血玉刀金 这一刀万刀血结 争灵霸道 凶残恐怖 一刀之下 势如破竹 简直如苍天劫难 无数血气刀钢席卷而下 与此同时 那上古血玉坤棚 一次震翅 无数血色羽毛 如同飞剑 这种神通 赫然是鸡鸽焚天灵的高配版 什么叫做镇压 无人能力的宇文太极 遇到现在的李无敌 便是被镇压 滔天血海中 混着万刀血茧的一刀爆杀而下 这一刀 宇文太极直接崩溃 噗哧噗哧噗哧 阴阳套帖和阳毛套帖 也被刀钢席卷 血色飞剑根根插入体内 千疮百孔 虽然没死 但也凄惨至极 这一刹 刀剑交锋 被劈飞出去的 竟然是东皇剑 还顺带着宇文太极齿间的手 这神兵翻滚地掉落 居然直接插在了李天命脚下 嗡嗡震动 李天命呵呵一笑 手中赤血荒刀落下 咔嚓一声 将于无太极的左手也连根斩断 这一刻 太极咬牙咆哮 目自敬脸 李无敌 啊 为什么 为什么 他想不通 一个废了十四年的阴魂 为何会如此可怕 如此可怖 哪怕到了这一刻 他都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梦 他语文太极从小谋划 从他将独容刺 插入李无敌体内的那一刻起 也不等不拘 十几年谋略 终于躲得东皇剑 如愿坐上了东风宗主之位 就连境界都突破了天圣 他本该是在天地间的主角 世界上的枭雄 可才不过一日功夫 他就跪在李无敌身前 宛若一个漂亮小丑 李无敌 他死死盯了这个男人 可李无敌的声音冷漠如寒霜 看清楚 你的半身兽 我也不会放过 而后 语文才即止见到 那上国血雨昆蓬 从天而降 托在羊魔套铁身上 立着直接撕住身体 鸟嘴扎入 瞬间咬出一个跳动的心脏 而阴魔套铁 早就已经躺在一旁 没了生机 语文奉天 等一众语文加着宗老 看到这一幕 早就浑身抖得如同筛康 而李无敌的血色双眼 越过语文太极 看到那个颤导的老者 不只是他 连皇甫风云 他们都惊慌失措 下破了答案 因为李氏圣族历史上 还从未出现 这等可怕人物 六环命结 六个血色寿命结伦 他们不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但是东皇镜 要变天了 而当上国血雨昆蓬 冲过来的时候 除了语文开菜 其他几个宗老早就跑了 语文奉天绝望了 笨蛋 一起上啊 剩下的人 召唤出万眼腾蛇 金河猎天马 等等半身兽 可在上国血雨昆蓬面前 就犹如几个臭弟弟 这种臭鱼烂虾 是鱼翅一震 高配版凤天令 飙飞而出 瞬间将他们尽数碾压 可像他陈南天宗老 还架着金河骏马冲来 冲啊 反正桃源是死 老夫赶紧拼啊 哦对 为了防止大家想不起来 死人就是当初在胎一振风中 针对李天命的 陈霄的爷爷 啪的一声 直接一翅膀 拍成肉饼 剩下的那几个 想逃也没有 上国血雨昆蓬飞了过来 关键跑到什么地方 神通所向 血色羽毛 形成风暴细节 不止是 无数飞剑 飙射 就将他们全部都